双打方面特别是半决赛决赛这两场球 对于我来说确实感觉到这种比较享受 想到自己这种 我跟许晴两个人从赛前的准备 包括在比赛当中运用的战术 以及这种做到 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升过去奏歌的时候 无论是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奥恰洛夫 依然在场上有这样强的斗志 包括谁无准 又看看今天自己的对手 这个波尔40岁 依然还有这样的 我觉得自己现在整体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 所以并没有太多过多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就先顺其自然